第二题甲是0.01m的盐酸水溶液 把它以纯水稀释1000倍之后得到乙 再把乙用纯水再稀释1000倍得到饼 所以甲的地方它的氢氧氯离子浓度是10的-2盐酸 那稀释1000倍的时候它的浓度会减为千分之一 会变10的-5 那再稀释1000倍变成饼的时候 饼的浓度从计算来看应该是10的-8 但是10的-8这时候需要考虑水 超过10的-7的时候要考虑水的解离 所以饼出来的ph值应该登记为10的-7 而不是用盐酸来做决定 这时候盐酸是非常稀薄的 那再把饼再稀释 饼再稀释之后 饼再稀释之后就会更像纯水 但是更像纯水就还是纯水 所以钉的地方一样是10的-7 那我们来了解这个之后来看 有指示器在这边 那A选项甲容易用广用指示器 甲的地方是10的-2 所以选择红色是甲 A选项是对的 B选项 以的容易 以的容易是10的-5 出来的是黄色 所以B选项也是正确的 C选项饼的容易 出来应该是-7 所以饼应该是绿色 第四个选项 钉的容易也是10的-7 pH等于7 所以钉也应该是绿色 那第五个选项 甲容易用蓝色实位式子 换别的式子来做测试 不是广用式子了 换实位式子 蓝色下去的时候会变红色 呈现的是酸性 因为甲是酸的 所以这一题正确的是 A、B、E三个选项